拼命地去工作 我們每天講 拼命地說把自己的捐業搞好 我們要講勤奮 但是就沒有講 這個社會是什麼樣子 有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怎麼樣利用它 把它搞得更好一點 所以的話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 我們現在職業家講 他只是想到 我們要搞過什麼樣的產品 但是呢 有個什麼樣的項目 但是你要得到資金 你就要告訴別人 告訴這些投資的人 因為我們是搞投資人 你是誰 你做過什麼 你能不能創造財富 能不能讓人家有回報 這個問題自己也應該講 因為我們在創業之前的時候 不要盲目地去說 我們要開公司 要辦企業 對吧 我們應該 我們要去辦公司 開始業 搞了五年 十年以後 我們才發現 走了很多萬路 對吧 有很多條件沒用上 就是盲整回頭 這個時候已經完了 所以的話呢 還有呢 就是我們華人 創業的時候 我們總是講 絕業 產品 勤奮 對不對 這些一些事情 他說我們要 腳踏實力 一步步地幹出來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社會是這樣的 北美這個社會呢 它最喜歡的 需要的是 你有理想 你有志願 你有目標 你有動力 如果這些東西都不存在的話 所以的話呢 你情分也沒有用 所以的話呢 它必須要你 把你自治的想法 你的理想 你的目標 你是誰 你為什麼你能做到的事情 別人做不到 你要把這些事情 寫得清清楚楚 不但要自治的資金 華人創業最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往往是把自治的資金先掏進去 對吧 然後呢 想 等到自治弄好了以後 把自治的企業賣一個好的價錢 就是或者是上市 或者是自治 獨立戰友 這樣一個企業 對吧 不然讓人家去 那個 其實實際上 真正這個企業 在北美這個社會裡面 第一是資本很重要 第二是人才很重要 對吧 所以呢 你第一個任務呢 就是要得到 大量的資金 來發展你的這個企業 對那大量的資金呢 對你的思維方式 你的思想 你的思維方式 很多東西是一個考驗 然後 讓人們認識你 所以我們講 你看在海外 那些成功的企業家 他們講的不是產品 他們講的不是項目 他們講的是你這個人 值不值得人家去投資 對吧 能不能看好你 所以你首先要把你自己 你的過去 你做過的事情 你能做的事情 都要給人家講清楚 然後要把你的理想 你的概念 對吧 美國 很多人到北美來 都不知道 北美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社會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 北美是一個概念性的社會 所以的話 你把很多想法 就是idea 想法 concept 拉出來 讓人家去 評價 你的想法 有不有價值 有不有用 人家覺得值得投 人家就會投資你 而不是說你已經 成功了一個事情 再投 還有很多事情 就是說我們想要企業 我們要一個完整的企業 一個百分之百的企業 它只幾萬塊錢 幾十萬塊錢 跟一個企業 幾十個億 幾百個億 幾千個億的百分之一 是不一樣的 所以的話 我們說 定缺一個 就是說 能創造財富 盈利的企業家